女朋友 跳舞的女朋友 跟女朋友一起跳舞 就是你小的那個女朋友 你可能在跳舞 然後你跳舞的話 會是一個女朋友 給我的話 我是跳舞 那找不到女朋友 不會吧 該會有人欣賞我的 我應該是女朋友吧 對因為家人還是 重要一點 對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跟她一起共舞 對 希望她也喜歡上跳舞 我會選艾人 因為我不可以失去我老公 肯定跳舞 沒得選 對 女朋友會離開你 跳舞一輩子都在跳 跳舞什麼小孩吧 沒有 沒有 你就到沒這兒去 對 肯定是跳舞 肯定選街舞 然後就能跟那個 你喜歡女朋友 不 我肯定選女朋友 然後就不能跳舞 沒關係 這個很難選 我覺得我應該會選太太 因為我太太就是跳舞認識的 我會覺得 如果二選一的話 男人需要喜歡這個東西 就是是我先接觸著跳舞 我剛才也說了 不忘初心 我覺得在我的跳舞練習時間 是可以讓另一半去陪著我 當我去完成她的時候 我再反過來陪著她 我覺得事情應該是這麼一個道理 因為比如說我不跳舞 那我們就不會認識 那對吧 或者我覺得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方式 你這個問題有點像 以前經常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要合理了 對 要合理了 就是你女朋友跟你媽掉合理的那種 那種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子可以解決的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找個太太 這太太是會跳舞的 就可以解決了 比如說好 我放棄我的跳舞 好 然後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她會跳舞 然後我倆我不跳 我可以看到她跳 我可以直倒她跳 我可以直倒她跳 哈哈哈哈哈哈 這也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明白嗎 耶 我不幹了 我不幹了 天哪 如果沒有女朋友 我那 無所謂 走吧 哇你這些都要拍我嗎 求生意 突然太大的求生意 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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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過了過了 過了這個太難了 你這問題嗎 要想嗎 我選擇失去海哥 哈哈哈哈 你明明怎麼知道我有女朋友 也許我有男朋友 看玩笑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 選了街舞就是 不能跟他們在一起嗎 或者他們 他們死掉 這個意思嗎 他們是什麼故事 就是 就是 人家中文不好 你老是給人家挖坑 對啊好壞 意思就是你選了街舞的話 他們會死掉還是什麼 就是不能在一起 過吧過吧 對 這個好難 那我問你 你媽媽和你男朋友 調的生意就是誰 這我媽媽因為沒有男朋友 你問這個問題我就知道 已經失敗了 跳舞吧 都要吧 只能選一跳跳舞 就不能跟小安在一起 不行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不能有這種問題 對啊 那以前人家都說 跳舞的話 你選哪個我說我都要 然後我現在我做到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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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